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青油瓜纸蔬菜汤 喝上一碗,好过慢跑两公里 特别适合在吃过大餐之后补救 准备一个西红柿,把它打上十字花刀 然后加入开水,把西红柿烫一下 接着再准备一把西芹,把西芹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最后再把胡萝卜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把胡萝卜也放入盘中 再准备半个洋葱 洋葱的热量非常的低 并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减肥期间可以多吃一些洋葱 对减掉身体的脂肪非常有帮助 把洋葱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西红柿也就烫好了 先把西红柿去掉外皮 再把西红柿的地去掉 西红柿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并且热量也非常的低 吃完也非常有饱腹感 所以减肥期间可以多吃一些西红柿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先把西红柿倒进去,开大火煮开 水开之后再把其他的配菜倒进去 用勺子搅拌一下,煮上五分钟的时间 这个蔬菜汤只要食材准备好,它的做法是非常的简单 五分钟之后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蔬菜汤不需要其他的调料 满满的蔬菜混合起来的味道 非常的清淡好吃 我们在吃过大餐之后 来上一碗这样的蔬菜汤 青油瓜纸还掉秤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